皇上虽然早已怀疑自己的身世 但听到太后亲口说出 还是震惊不已 十六年前 她和陈飞同时怀孕 自己却被害得流产 先帝担心大臣们逼宫废后 而引起朝廷动荡 所以决定将陈飞的孩子 交给皇后抚养 本想让奶娘去民间找个孩子 换给陈飞 万万没想到民妇的孩子揽月了 而陈飞生产时突然着火 情急之下奶娘只能先救出皇子 阴差阳错中一只梨猫误入墙堡 被当成皇子救出 这才有了梨猫换太子的典故 皇上泪流满面 遗憾自己没尽一点笑道 光木缓缓打开 揭开面纱 据是三年的陈飞容颜依旧 伴随着水银散发出的白雾 就像熟睡中的仙人 皇帝心愿已了 伤心的为母亲盖上面纱 这时他发现母亲手里的荷包 打开一看 竟是先帝的遗诏 上面写着 支持太后垂帘听证 但皇上成年之时必须还证 否则大臣们可凭此诏书费了太后 留额失望至极 他没想到最爱的男人竟然怀疑自己 如今他已垂垂老矣 唯一的心愿就是想进太庙祭拜先帝 爱家真的有好多好多话想与他说 按照宋朝组织 女人不得进入太庙 皇上为了完成她的心愿 专门给她定做了一套滚衣 娘娘穿上滚衣之后 身份独同毕 却又避开了称帝的嫌疑 如此一来 太后娘娘便可进入太庙 祭祀先帝了 皇帝如此孝顺 留额感动不已 第二天他身着滚衣 头戴亡免 光明正大的进入太庙 看着先帝的画像 他泪如雨下 回想自己从一个二婚寡妇 到一国太后 他经历了太多 先帝驾崩 大臣们各个心怀叵测 他每日战战兢兢排除一几 为了让皇上坐稳 大宋江山 他担惊节律 清静一声 到头来才知道 先帝早已将遗诏给了臣妃 甚至还担心 他学武则天称帝 人非臣妾 姓云皇权 而是臣妾 姚三郎 守住这大宋江山 垂怜听证十二年 他无愧于先帝 无愧于天下 他摘下王冠 脱下滚衣 这也代表他彻底卸下了 至高无上的皇权 一身素衣 颤颤巍巍地走出太庙 强烈的阳光射过来 抬头望去